哇 原來嘉義縣也有故宮耶 這樣子喔 鴨乳飯才45塊錢耶 這是剛出入的餅乾嗎? 因為感覺還有點暖暖的 它有名就是你買的都是現做 等一下 這個這個 歐嚕嚕可以講歐嚕嚕嗎? 我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看這個顏色就是叫很糊的東西 拍個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 蝦彥玲 上次我們有跟大家分享嘉義縣東食科吃到飽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有經過舖子市 我就問小編說 舖子市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之前都沒有拍過這邊的美食 對 沒錯 舖子市非常的繁榮 那裡面應該有很多美食跟景點 是很值得分享給大家的對不對? 對 沒錯 另外也要再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今年10月1號嘉義縣政府有舉辦 自媒體一日研習活動 我擔任了這一次課程活動的講師 在這次的課程當中 跟大家分享要如何經營自媒體 並且透過自媒體來行銷自己啦 好的 那第一站我們趕快出發去吃美食吧 Let's go 這個份量竟然是小份 這應該是大份了 對呀 這個很浮誇 這樣子喔 鴨乳飯才45塊錢耶 可以吃到乳肉 又可以吃到鴨肉 它的米粒不是失年的喔 是粒粒分明的 而且你想喔 在這麼熱的天氣下 如果再給我一碗失年的米飯我是吃不下 乳肉其實瘦的肥的都有 就不會說很油膩啊 全部都是肥肉這樣子 而且它上面的白飯都被它的料給蓋住了 對呀 給了很多 真的 接下來呢 帶大家來到了鋪子的第一市場 聽說這個市場的歷史也是相當的悠久喔 那我們現在趕快出發去吃美食囉 走吧 好的 趕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買的這個烤肉乾 這個會勾起我曾經在馬來西亞的回憶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們馬來西亞的早餐喔 會吃烤肉乾加吐司 但是好像不是每個地區都有 就是我家鄉是有賣這樣的東西啦 因為我一般吃到的肉乾啊 肚子硬冷掉 那乾乾就不硬 啊 我知道 這個現烤的很不一樣喔 聞到那個香氣就覺得很餓有沒有 來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價位喔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有點搞不懂 它其實是一斤賣300塊 但是你可以跟老闆說你要100 200都可以 所以50塊也可以嗎 對 50塊也可以 所以50塊的話就是這個的一半 對 沒錯 對 因為我們這個量呢是買100塊的 那我就先來試試看 因為它其實非常非常的燙 它是屬於很有嚼勁的 但我覺得它煙燻味很重 果然還是要用碳烤的 因為用碳烤那個香氣就會很重 而且它的蜜汁的甜味其實剛剛好 這次真的是口感就是真的是很有嚼勁 那種就是需要咀嚼一下啦 好 接下來我們走到市場裡面呢 有一個也是非常老字號的 有80年歷史的春捲冰果市 所以它有賣春捲 也有賣一些甜品刨冰之類的嗎 對 也是非常老字號的 蠻特別的 對 我也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點了一份春捲 其實它原本是長長一條 然後我們想說 不要拍那個剖面圖 請老闆先幫我們切麵了 你看 它其實原本是這麼大一份喔 然後 哇 它裡面有一個超級特別的就是 它竟然有加麵條 一般的春捲 我們頂多就會想到 比如花生粉啊 或是一些蔬菜 紅炒肉之類對不對 欸 它有加麵條 然後蔬菜 豆腐等等的 它這個比較像是 有點像是小正餐的概念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春捲 哇 份量真的是超級無敵多 我從來沒有吃過 春捲裡面要包炒麵了 它那個炒麵的味道我很喜歡 因為是那種古札比的炒麵啊 而且它有淋滷汁滷肉 對 而且它的花生粉啊 顏色也不一樣 是有加白糖的 所以是白白的 口感層次也很多 然後青菜也給的蠻多的 所以有那個青菜爽脆的口感 我覺得以後啊 吃膩炒麵了對不對 發揮創意有沒有 用一個餅皮包起來 就變成春捲了 再來呢要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不妨坐下來內用 因為內用呢 還附免費這個 柴魚湯 這個是可以免費喝到飽的哦 對 沒錯 好 那我就趕緊來試試看好了 耐喝型的 因為它沒有說很重口味 然後它就是淡淡的 清甜型的 接下來呢 你們吃完春捲以後呢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這個菜燕 今天的口味有兩種 一個是杏仁口味 一個是冬瓜口味的 好 我試試看冬瓜口味的好不好 欸 好Q喔 嗯 冬瓜我們一想到就是會覺得 欸 應該還蠻甜膩的 它這個不會耶 它就是有冬瓜的香氣 然後它是微甜的 接下來我要吃這個杏仁口味的 欸 有一點像我們之前拍那個什麼 永樂市場的杏仁鹿耶 有沒有 喔 很香 我現在已經可以聞得到那個杏仁的香氣了 這個也蠻重的哦 它是走一個無糖的 因為剛剛冬瓜它有甜味嘛 然後我在吃杏仁這個口味 發現 欸 完全沒有任何的甜味 所以如果你很討厭吃糖的朋友 你就可以點這個杏仁口味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的甜味耶 但它偏軟的哦 它不是Q 它是軟的 欸 這兩種口感層次不一樣耶 再來呢 隔壁台它有一個麻糬丼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嘉義縣鋪子的名產啦 那我們點兩種口味的 一個是原味 然後這個是黑米口味的 然後它的內餡也是一模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內餡 那我吃黑米口味的好不好 它這個不是什麼梅子粉哦 它其實是花生粉 但是呢 花生粉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那個綠豆內餡 有沒有 有看到綠綠的嗎 所以它這個麻糬丼真的超級特別 內餡也很豐富哦 而且它磨得很碎 很性命耶 再吃吃看那個綠豆餡 因為我剛剛還沒咬到 我覺得花生粉的甜味 跟綠豆沙的甜味 兩種層次完全不一樣 但是很巴 而且這兩種甜搭在一起 你以為會很甜對不對 我覺得剛剛好耶 欸 我真的覺得下午茶 如果你不喜歡吃那種蛋糕甜點的話 這個古早味美食啊 還蠻值得點的耶 再來這個市場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還蠻日系風格的 這個叫台果汁 台式和果汁 對 因為呢 我們一般都聽過日式和果汁嘛 這個是台版的和果汁哦 因為老闆有說呢 這兩個呢 都是在嘉義縣才吃得到的哦 一個是嘉義縣瑞里 一個是嘉義縣凡露 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這個好不好 我覺得它的成分也好簡單耶 上面就寫 糯米 再來米 糙米 砂糖 里滋酒 紅麴 梅子等等等等 而且真的做得好精緻哦 有沒有 很軟耶 它是雙層的有沒有 還有內餡 有沒有看到 我一輕輕碰到我的口水 它就化開來了 就是有點像吃那個梅子這樣子啊 因為里滋是帶酸味的嘛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好特別哦 好 再來這個口味呢 它也是還蠻特別的 給大家看一下哦 這個好像是用柿餅跟龍眼乾製成的 我超喜歡它的質地的耶 真的是放入口中直接化開來的 這個要冰過會更好吃 因為剛剛老闆是直接從冰櫃那邊拿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還是冰冰的狀態 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 我們現在要前往餅乾工廠的路上了 我跟你講這個國中啊 我很熟 這是什麼國中 東石國中 因為很多好朋友啊 小時候的好朋友啊 都是讀這個國中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手工餅乾 聽說這個是嘉義縣鋪子最有名的餅乾 其實它之前呢是在別的地點 然後真的是有那個工廠 然後有三種口味 一個是這種夾心的 有沒有 欸 很古詞耶 然後還有一個是葡萄乾的 上面有葡萄乾口味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呢是 核桃酥 核桃酥 對 那我就先吃沒有任何配料的 這是剛出爐的餅乾嗎 因為感覺還有點暖暖的 而且好脆喔 聽說他們賣的都是當天現做的 它有名就是 你買的都是現做的 喔 真的喔 欸 好酥耶 它的餅乾 我跟你講這個餅乾超適合配茶 因為餅乾吃都有點乾嘛 所以你要配茶飲啊 泡茶喝 欸 就很好吃了耶 哇 原來嘉義縣也有故宮耶 對 台北有故宮 我們嘉義縣也有故宮 哇 這邊有很大的湖耶 超美的 對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大對不對 接下來最後的晚餐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家餐廳 其實這一家餐廳喔 是嘉義縣長的口袋名單 也是來推薦給我們的 然後重點是 今晚我要跟嘉義縣長 共進晚餐 好 那我們就趕快繼續吧 走 耶 縣長來了 縣長 你們好 欸 你又過面了 對 縣長 你還記得我嗎 上一次在關底對不對 是 哇 上次那個喇的很熱鬧耶 喔 新年快樂 餐廳健康 可以說 這個餐廳是你的頭蛋女蛋嗎 是 這一家餐廳會點菜的話 非常好吃 這是老餐廳 對 先介紹一道 你絕對沒吃過的 欸 全台灣都沒有吃過 等一下 這個這個 歐嚕嚕 可以叫歐嚕嚕嗎 我可以啦 這種在海裡面 它就頭浮出來 然後就在呼吸 所以台灣話叫做卡修 站著游泳的意思 來 吃看看 好 是 謝謝 有摸到有點恰恰對不對 嗯 直接咬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你這個刺都可以吃好不好 咬一咬 咬一咬 就準確吃下去了 它很耍垂耶 我每次來這家餐廳 老闆看到我來 嗯 他就會用這一道 因為它很少 所以不一定來這個餐廳的人 都可以吃得到 這個我滿喜歡的 因為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吃到雪隆 雪隆 騙手 再來就是 是 這個你知道嗎 魚肉啊 什麼 這是鰻魚好不好 這個曼尼最大的特色在哪裡 你知道嗎 吃起來是Q的 謝謝縣長 好不好 這一道也是我最喜歡吃的 因為吃起來就非常有咬性 非常有口感 好不好 你吃看看 非常有咬性 嗯 有 第一口是很Q很Q的 有點酒味 嗯 有點米酒香氣嗎 對 再來是 這邊你看 看這個顏色就是叫很浮的東西 它有一個河 但是吃這個憋不會憋的 哈哈哈 吃這個憋是顧身體的 會讓身體變好 其實馬來西亞好像也有憋的料理 但我在馬來西亞是沒有吃過啦 其實它這邊有雞肉 也有憋肉 嗯 等一下它好像雞肉口感 憋肉在台灣人來講是一個補助 這個不是一般經常可以吃得到的食物 嗯 我覺得 就是可以把嘉義的美好分享給各位觀眾朋友 怎麼分享 就是透過影像 自媒體 自媒體有沒有 就是你專長的 對 教大家怎麼拍一個精彩的VLOG 有沒有 我五六年前是 做跟表演相關 我就是接通告 然後 有時候就是演廣告啊 一些短劇啊 戲劇類的這種的 如果外國朋友呢 你們還沒有來過嘉義的話 真的是推薦大家可以來 因為這邊的美食風景 都還蠻棒的 全部都是生產基地 所以都是最新鮮的好不好 所以外國朋友一定要來嘉義 可以吃到第一手最新鮮的美食 有一個台灣話 你學一下好不好 好 可以 很老啊 很老啊 欸 我懂這句 真的嗎 就是新鮮嘛 沒有錯 很老就撈起來 就很老啊 現撈 現撈的很老啊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我學起來了 OK 謝謝縣長 謝謝 好的 現在我們要搭高鐵回台北囉 來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的用戰心得啦 今天一整天在嘉義縣不只是吃到的美食啊 我覺得非常合有胃口 而且重點是CP值都很高 真的我覺得他們這邊的價位啊 都還蠻平價的耶 特別是那個鴨乳飯有沒有 喔 那個太大了 真的 我跟小編一致認同 覺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啦 也非常合適我們的胃口 所以我覺得嘉義縣不只是 這邊的美食跟景點啊 其實還蠻值得大家來 自己吃吃看逛逛看的 好 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這個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